我认为F16能够发挥 得到战略有几个限制 第一个俄罗斯会对乌西 乌克兰西部 靠近波兰的这个F16的机场 会做源头打击 俄罗斯不会那么笨 就看了这乌克兰从乌西的机场 起飞机轰炸俄罗斯 我认为俄罗斯不会那么笨 还有我问您那个30万大军 有可能进到战场吗 我认为他只是待命而已 这些德国波兰的 我认为现在 他现在进入这个战场 你就是在战场上 有可能看到那个 穿着北约制服的军人吗 可能吗 战场的话 现在的话 现在不可能 他都在驻地当中 都在驻地嘛 只要在驻地演练 驻地演习而已 不可能开服战场 这个30万大军要吃药驻的 原论上在驻地上 在云区里面最方便 真正打仗再上战场 以后不然的话 你先累他们 还没打仗人就累了 会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30万 只是讲的数量 只是驻地训练 没有做战场训练 你如果现在 做这战场训练 那搞不好 还没打 战一打 一开打的时候 人已经累了 为什么 你一股作气再而摔 根本还没有作气的时候 你先做了 有时候不要轻易 先出动 先养精蓄锐 整个代弹 要的时候 如瑞英一样 好 我也是一样 一下子跳到结婚 我就迫不及待 想问这个张军一下 就已经达到了第三年 现在都已经 感觉上已经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北约整个集体下场 认真之后 俄罗斯输了 有这种可能吗 我认为这个要看美国的态度 所有北约32个国家里面 有一个国家决定就是美国 美国没有下令其他31个国家 普丁有输的可能吗 普丁不会有输的可能 不会嘛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只要普丁输了 普丁输的话 要把所有的核武器都要交出来 你要接受投降的条件 普丁他不会投降 不可能 所以在俄罗斯来讲 没有输的选项 他不会有输的选项 他一输的话 普丁死无葬身之地 怎么可以输 所以他有核武 为什么不会用 所以看看美国在这方面 是很谨慎的 美国是在这个方面有资源 美国很看 美国到现在为止不介入 为什么是由波兰 跟荷兰提供飞机 美国可以直接提供 为什么是由瑞典提供空中引机 美国可以直接提供 美国不直接提供 因为这些东西 是要攻击到俄罗斯的本土 由F-16去投资 所以美国说我没有提供 是他们提供 责任分担 你看美国在这一方面 画得很清楚的 飞到老大杀人都不会自己动手 对 是这个样子的 那美国能够出来 美国不会说到两年四个月 还不出面 美国已经一以贯之了 两年四个月都不出面 美国现在要出面 的可能性 我不要认为 百分之百排除 可能性不高 好 整个欧洲来讲 现在是个关键时刻 我问一下寒冰 现在欧盟也是一样 因为正在进行选举 6月6号到6月9号 27个成员国 选民3.7亿 要选出720名的 欧洲议会的议员 然后目前这个民调 显示60%的欧盟公民 有兴趣去投票 那跟过去相比 感觉上投票率会很高 也是因为这个 俄乌战争的一些刺激 经济的一些刺激 等等之类 有多少经济选民 不知道 能不能够投出 60%的投票率 也不知道 但大家最关注的 还是冯德莱恩 冯德莱恩 大家根本觉得就是 美国驻欧盟代表 对不对 那他当然很想连任 但是有很多国家 对他是非常有意见 觉得他不是捍卫欧洲的权利 是捍卫美国的权利 他要得到这个德法大国的 领导人认可 然后要获得新一届 欧洲议会过半数的投票 通过等等 那相较于在他 这个对于这个中国大陆 这么强硬 导致欧洲很多权益受损 很多人现在怀念 最近在这个国宴当中 露面的梅克尔 都在说梅克尔 有没有可能出面呢 如果是梅克尔 欧洲不会落得这般处境 所以韩冰怎么看 这个冯德莱恩当年 就是梅克尔推荐 没错 你讲得对 你觉得梅克尔现在会怎么想 我觉得梅克尔现在 大概也是三条线 没想到冯德莱恩 走得这么 这么像美国这样一面倒 这个实在是大 我想应该是大出梅克尔意料之外 而且对中国大陆仇视到 其实梅克尔还蛮轻忠的 结果冯德莱恩这么仇忠 那现在 我觉得光是第一关 他就有点难过 因为你必须要得到法德 这两国领导人的认可 可是现在 至少在 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萧之也好 马克尔也好 对冯德莱恩都蛮感冒 因为觉得 他什么事情 都是以美国的利益为利益 那问题是他自己本身 应该是要帮欧盟争取权益 结果他全部都站在美国立场 讲话 这个对法德来讲 这个是不太能够接受 所以他这次能够连任吗 现在各方是认为 其实大概有一定的难度 那当然要 第一个你要看选举的结果 那第二个 他美国 因为你看拜登这次 为什么特别跑去 那个诺曼蒂纪念日 他为什么特别跑去 其实我 很多人都认为 他是顺便在帮冯德莱恩 去抢救冯德莱恩吗 施加压力 去跟马克宏谈 去跟欧洲这些国家谈 希望说继续让冯德莱恩 留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冯德莱恩留在这个位置上 对美国最有利 因为你如果一下 换了个别人的话 你要知道拜登11月就要选来 如果来一个跟他不对盘的 大幅向俄罗斯倾倒 或者是说 他只要不那么积极的 想要帮助乌克兰 那整个情况对美国就非常不妙 所以会有那个 大家所期待的 梅克尔重出江湖吗 我个人认为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这个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 要重新再回到那个时代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拜登会全力 想要去保住冯德莱恩 但是问题这就要看马克宏跟 肖支买不买单 因为肖支当年跟美克尔是 对立的政党 所以我觉得 现在欧洲的群势非常诡谀 特别是他们的民众 其实他们民众很多人已经开始厌战 特别是经过加薩走廊之后 那个整个情绪是非常恶劣 大家都觉得说 为什么出现这么多不人道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都开始怀疑 由美国所主导的这个世界价值 是不是走向偏差 所以现在欧洲的国家的人民 是倾向于要保护欧洲自己的利益 不要去干涉其他人的事情 不要去介入他国的纷争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氛围之下 冯德莱恩想要重新再继续连任的话 就算拜登施加压力很大 恐怕还是个高难度挑战 好 这个难怪嘛 因为拜登每次出访时间都很短 这次我一看 到法国五天这么长的时间 原来来抢救这个冯德莱恩妹妹 好 美国人就美国人来了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